大家好 我是電腦阿達 那前幾個月 我們開箱過INSTA 360的購置後 就有人來問我說 那INSTA 360它今年還沒有其他的產品 如果大家有在看影視巨峰就知道 今年年底還會更強的 我現在也不藏著噎著啦 就是這一款INSTA 360 S系列 那以這個類型的運動相機來說 這是INSTA 360最新的S系列 可以算是INSTA 360旗下第一款 一體成型的運動相機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阿達之前介紹過這一款INSTA 360 ONE RS 這種它就可以自行更換鏡頭模組 除了說可以換成運動相機以外 也可以變成一個360的全景相機 但是呢 AX就跟這個系列不一樣了 感覺起來應該是INSTA 360所開發的 一個全新的產品線 它就是一台純運動相機 就沒有更換鏡頭模組了 那AX系列它總共有兩款選擇 分別有AX Pro跟AX 這兩款的差異性會標在畫面中 給大家做參考 那這次我們要評測的機器 就是AX Pro 它採用的感光元件是1.3吋1 算是目前所有運動相機中 應該算最大的感光元件之一了 同時這個鏡頭還是跟Leica合作推出的 那之前360 ONE S 它其實也有跟Leica合作的一個鏡頭 不過它是要另外再購買才能做一個更換 那在硬體上 比較明顯不同就是 這個鏡頭旁邊 多了一個前畫面 在拍攝的時候 就可以知道目前的一個設定 還有一個電量 在電池的部分 AX Pro沒有採用 以往的ONE RS那種電池拆換的設計 而是有它專用的可替換式的電池 那這顆電池的容量是1650mAh 實測用4K60幀持續拍攝錄影 大概可以錄製80分以上的一個時間 那官方數值是100分鐘 請大家到時候 以實際自己使用的體驗為準 待出門遊玩拍攝的話 我會建議大家多準備幾顆電池 或是帶一個行動電 隨時充會比較方便一點 另外它也支援快速充電功能 只要充22分鐘 就可以將電量由0充到80% 46分鐘之內就可以充飽電 在蓋子全部蓋好的狀況下 整機有IP8的防水能力 防水深度高達10米 這是AX Pro的另外一個特點 就是它搭載一個2.4吋的翻轉螢幕 可以在0-180度間去做一個翻轉 看你是要自拍或低角度拍攝 都可以讓你有一個非常方便的 构圖跟預覽的體驗 另外它機身配置了三組麥克風 內置設定有三種不同收音模式 大家可以聽聽看 大家先聽到的是我使用 INSTA 360 S Pro的錄音效果 目前我是用立體聲的效果 大家先聽一下 立體聲的效果是這樣子 不要忘記了 這是海邊 所以是有海風的 現在我開啟降風造功能 風其實蠻大的 大家可以聽聽看 降風造的效果是怎麼樣 現在大家聽到的是指向加強 它就比較像前方收音 大家一樣可以聽聽看 在這個模式下 它的風造表現是怎麼樣的 接下來我們來談到 它的拍攝表現 在白天的狀態下 1.3吋分之1的感光元件 再加上萊卡加持 拍出來的畫面是相當漂亮的 顏色相當有萊卡味 以下的畫面 都是在4K60幀狀態下進行拍攝的 亮部跟陰影的表現 運動相機來說 我是覺得相當的優秀 此外 它也支援了HDR的錄影格式 不過HDR它只支援在4K30幀 或解析度更低的設定 才會有作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4K30幀跟4K60幀的畫面比較 在一些明暗對比 差異較大的拍攝環境下 用HDR拍攝 可以保留比較多的明暗細節 像自拍 如果你背對光的時候 那你的臉也比較不會那麼黑 膚色看起來也會比較自然 那拍攝角度 大家可以看畫面中的翻例 針對你拍攝的題材 自行選擇拍攝的角度就好 那一般來說 運動相機所拍攝的角度 它比較大的原因 所以要將圓景把它拉近的話 就必須靠自己往前走 或者是靠機身的數位變焦 來拉大畫面 甚至透過事後裁切的方式來呈現 但是數位變焦跟拉大畫面 都造成畫質的損失 放太大 那個成品幾乎是不太能看的 那S Pro這次推出一個 清晰變焦的功能 你知道按下螢幕的箭頭符號 如果點兩下 畫面就會立刻放大兩倍 而且還是無損畫質 事後剪輯如果你要放大的話 也比較會有細節可以呈現 那這個功能我是覺得相當實用 那就運動相機而言 防手震穩不穩 是許多消費者購買的主要考量之一 我想S Pro大家可以不用太大心 可以看到這張畫面是直接裝在機車上騎乘拍攝的 分別是關閉防手震跟開啟防手震的區別 看完之後大家應該會覺得 S Pro的防手震穩定功能相當強大 那不管是你拿來拍攝 行走、跑步、運動、騎乘 它都可以給你一個相當穩定的畫面 如果你想要事後調整拍攝畫面 也可以拍攝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FreeFrame的模式 就能利用Insta360軟體去進行事後調整 那講到夜拍的部分 相信有用過運動相機的人都知道 運動相機的死穴就是夜拍跟低光源 畫質比渣男還有渣 不是不能拍 而是拍錯的畫面不是太暗就是太糊 那這次S Pro在夜拍上就下了不少功夫 除了1.3吋的一個感光元件提高了進光量以外 它還搭載一個5nm的AI晶片 專門用來處理降噪 在夜拍的時候 只要開啟PUVIDEO的模式 可以看到一般拍攝跟PUVIDEO拍攝的差別 在低光源拍攝的環境下 亮度會提高非常多 而且透過AI晶片的降噪 畫面中的噪點也會少很多 但由於是降噪的關係 畫面的銳利度就會稍微下降一點 但這樣拍出來的畫面 老實說我是覺得已經算相當清楚了 而且也是在可用的範圍 此外 在PUVIDEO的模式下 最高畫質也只能拍4K30幀 防手震也會默韻在最高檔 我們試過直接架在街上進行夜間的拍攝 穩定性跟畫面 也比一般的行車記錄器好很多 那這樣的夜拍畫質 我是覺得是目前運動相機來講 應該算最強的 那除了畫質跟夜拍的提升以外 S Pro在輔助拍攝這塊 也有相當大的突破 你每次要自拍的時候 自拍桿拉太長 還要手動按錄影鍵非常麻煩 這時候你就要開啟設定裡面的手勢控制 或語音控制2.0 用嘴巴講或用手勢 就能讓S Pro開始錄影 如果你錄了這段影像 不想保留 透過按住錄影鍵的方式 那剛剛錄製的那段影片 就不會存在S Pro裡面 整理素材的時候就會相對輕鬆很多 那這次S Pro的錄影功能 還加入了暫停錄影功能 在錄影的當下 你可以按下螢幕上的暫停鍵 等到你想要繼續拍攝的時候 你再繼續按下錄製鍵 就從剛剛那片段來繼續錄製 這樣拍攝方式 可以讓你減少很多 這種零零碎碎的小短片 在整理素材方面就比較省心一點 此外在相簿裡面 還可以對已經錄好的片段 進行再錄影功能 它就能接著那個片尾 進行新的拍攝 這樣子也是一樣可以大幅減少 一大堆零散術才整理起來的一個痛苦 那現在大家都在搞AI 因此它360也不例外 那這次在S Pro的設定裡面 多出一個AI亮點精選助手 那只要開啟這個功能之後 在一般錄影狀態下 S Pro會把你拍攝的影片中 去尋找亮點 並且一個一個標示出來 在回放的時候 只要按下下方的旗幟 logo 就能看到AI精選片段 並進行播放 甚至於可以添加新的片段 相當的厲害 那透過精選片段的方式 你還可以直接將這個素材 另外存成一個檔案 或直接合併成一個片段 這樣你就能快速的剪輯 以及迅速的出片 或者是透過只保留精彩片段的方式 將舊的影片刪除 釋放你記憶卡上面的容量 在整理跟拍攝上 我是覺得這次Insta360 它做得是相當的不錯 那除了機身內建的AI精選以外 現在目前在APP裡面 還有AIWarp的一個功能 可以讓大家去玩 那這個功能可以針對拍攝人物 進行一個AI繪製 你要變成太空人 變成卡通風格等等 這片段就變成一個AI畫面 可以讓你的影片看起來 與眾不同 比較酷一點 而且像這樣在等待的同時 你一樣可以直接跳出APP 去做其他事情 APP有資源背景下載的功能 所以不管是你從相機下載檔案 還是透過APP來輸出剪輯 都能跳出APP去做其他事情 大大釋放手機的便利性 我覺得S Pro已經是一台 非常強大的運動相機了 但是如果要讓它強大 再更強大一點 就要靠配件啦 那這次S Pro的盒裝 除了傳輸線以外 就只有一個標準底座 還有一個黏式底座 這些就是給一般 我們來接自拍缸 或是黏在機車上的 這邊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那真正好用的是 阿達要介紹這款 GPS瀏覽遙控器手錶 那這個手錶 可以完美的跟S Pro去進行連動 平安時戴著 它就是一般的電子錶 就可以看時間跟指南針 但是你跟S Pro配對之後 即使S Pro在關機的狀態下 有人透過手錶 快速開啟S Pro來進行拍攝錄影功能 而且最酷的是 你可以在這個手錶上 直接控制S Pro 操控介面也會完整的 呈現在你的手錶之上 那進行拍攝的時候 即使S Pro的螢幕畫面洗了 拍攝的畫面一樣會顯示在手錶上面 拍攝一些看不到的水下畫面 或者說一些定咖自己講話的畫面的時候 就相當的方便 不過這個畫面的無線傳輸 它是有個連線距離的限制 如果你的手錶跟S Pro離得太遠的話 它也是會直接失去連線的 這點就稍微注意一下 此外裝到這個手錶之後 S Pro就能在畫面裡面 添加GPS的紀錄 只要把影片丟到Insta360的軟體 或APP上後置 你就可以將速度、前角、距離、路線等等 的GPS資訊 完整的呈現在影片上 對於喜歡用運動相機來記錄 像跑步、騎越野車 或騎公路車 這種記錄生活的朋友來說 這個功能就相當的實用了 那其他配件 像是還有一個快拆支架 多功能的腳架 麥克風轉接器等等 就不多做介紹了 有需要的話 可以看我們底下的一個文章介紹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帶了Insta360 S Pro的實測 運動相機來說 這幾年好像沒有看到什麼比較亮眼的新機 不外乎 就是感光元件再搞大一點 續航再搞長一點 這也是很多人這幾年 不太會去更新運動相機的一些原因 因為升級幅度實在是太小了 那這次Insta360所推出的S Pro 它擁有大感光元件 跟萊卡的一個加持 在白天不管怎麼拍 畫面的呈現都相當不錯 不管是你要拍運動 要自拍拍Vlog 還有強大的防守震能力加持 可以讓你拍出非常穩定的一個畫面 夜拍只要透過皮膚VDO模式 就能讓你一個非常清晰的低光眼的一個畫面 即使銳利度沒有單眼來的高 但是可以拍出能看能用的一個片段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它就已經直了 甚至表現比很多手機都還要好 光夜拍這一點有大幅度的提升 我是覺得Insta360 S Pro 是一款相當不錯的運動相機 那最後可能會有些人想問 該不該買運動相機 我到底是用手機拍還是用相機拍 其實這一點 我是覺得 並沒有一個完全正確的解答 應該是看你要拍什麼情境來用什麼產品 如果說你是拍比較極限的角度 你要裝在機車上 那運動相機可能會比較好 如果你追求極次的畫質 那你應該拿個單眼拍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是沒有一個正確解答 我是覺得 如果你是經常拍攝一些戶外蒸火 一台拍攝能力不錯的運動相機 來代替手機 比較實在一點 以上 就是阿達對S Pro的一個開銷心得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與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